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环珊刚一开始一直在坚守防线 但是最后还是被林绿茶一步步攻破了最后做人的底线 连很多直男都纳闷 家里有能干美丽又善解人意的十年的结发夫妻 还共同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 为什么许环珊就着了长得也不怎么出众的林友友的道了呢 今天小便帮大家细致拆分一下林友友的绿茶大法 还有破解妙招 第一步 笑 天真无邪的笑 第二步 夸 使劲的夸 变着花样的夸 难怪你会成为这么好的顺势 真有追求 怎么会有像你这么厉害的人 你就和八四光年一样 你呢 都是照亮宇宙的太空奇景 第三步 装 装柔弱 装可怜 激起对方保护欲 我不是来办可怜 求懂你的 只有日子甜的人才能吃下 不香 不行 我的买得更烦 等我家 第四步 发 发各种骚扰小微信 朋友圈 求关注 第五步 勾 勾引出对方心里想做却不能做的事 不想踢了 是不想踢了 还是不敢踢 你气场受你的 你真不饿 我不饿 你说 要有一只蝉 低头拼命地保留体力 结果就为了多喝一天 他值吗 送你大部分 第六步 送 送傻白甜 随身小信物 其实这几天 我有私心的 第七步 摸 找各种机会进行鬼鬼祟祟的小动作 让我尝尝你 嗯 你的一点都不甜 尝我去 要不尝尝我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喜欢吃苦 第八步 挑 挑拨离间对方和老婆的关系 一层都是你老婆强加给你的 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你跟你老婆根本就不是一种人 如果我没猜错 你老婆一定最怕火吧 你们全家 恐怕都没有明火这种东西吧 第九步 直 直接大胆示爱非你不可的架势 我的家人朋友工作也都不在上 你的生活也不应该有我 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那我这些都不应该抵不过一个你 能和自己深爱的男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至少多了点期待吧 第十步 缠 只要你不打我 我就缠着你 只要你不打我 我就缠着你 小编提醒大家 理性追剧 骂剧里人物就好 千万别上升到演员啊 接下来小编分享一下如何破解绿茶大法 谢谢你 你看 这就是爸爸最快出现的方式吧 爸爸的烟花真好 您脸怎么了 能不能不宜静战 你的脸上是烧 再说一句我冲 我尝尝 不能把自己跟进去 人生慢慢总会遇到 比现在更好的人 谈恋爱是随心所欲 但婚姻是责任 是一场修行 大家且行且珍惜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